美國正在對一次阿富汗境內的軍事空襲 是否造成平民死亡進行調查 軍方星期三發表聲明說 美國駐阿富汗部隊知道洛加爾省發生這件事 可能造成平民傷亡 並已經就此展開正式的調查 這個空襲造成平民傷亡的消息是在星期三報章 報導說美軍對加爾洛省東部一個被懷疑是 塔利班藏身之處的地方進行了空中打擊 當地居民對記者說 這次空襲也打死了二十多名平民 包括婦女和兒童 阿富汗官員沒有證實平民死亡的消息是否屬實 但他們說至少有十名平民被送往赫布爾醫院接受治療